二季 Hello, 你好 欢迎来到 Amazing Pod Game KBG Pod 我是 Ross 今天想介绍一个ゲ TenMind 我想说 승 基本上是真的不值 因為這款遊戲其實還沒有英文版 我之前也收到一種很特別的小品作品 當時我在這個桌球店的時候 當地老闆強烈介紹 雖然它還沒有英文版 但是有英文的 rule books 我都見不平的就買回來試 這個是荷蘭文版 但通常德國有的東西 荷蘭都很快會有這個版本 那麼 怎麼知道呢 也試完我覺得真的很棒 他很想介紹給大家聽 以及教大家怎麼玩 叫大家入課的時候 這款遊戲就剛剛在幾個星期之前 就叫做 叫做 拿到這個 SDJ 即是德國的卓游大獎的提名 到時候就變相好像我現在跟風一樣 但是沒辦法了 因為我之前太忙了 太懶了 所以就沒有機會拍這段影片 那麼今天就想 就希望說說這個遊戲 尤其是這個遊戲是未有英文版的 的話都想教一教這遊戲 究竟怎麼玩 為什麼這隻這麼細盒的遊戲 都有機會可以拿到 今年的德國的卓游大獎 那麼現在立刻看看玩法先 歡迎來到 The Mind的教學 首先你看到這一盒 就是這個文明 二二九句The Mind 那麼這麼細盒的遊戲裡面 其實都只有一疊卡 打開除了是卡之外 有一份你和我都看不明白的說明書 但是呢 BGG上面都已經有英文的版本了 好了 那麼這疊卡裡面 首先就是一疊主帝 那麼你看到主帝裡面 其實就真的是一疊一至一百的卡 裡面沒有任何的圖案 沒有特別的技能 純粹就是一至一百 那麼另外呢 就會有一疊 這些就叫生命牌 那就是當你用完的時候 就會叫做輸 那麼另外有一疊的Level卡 那麼Level卡就會隨著你們的遊戲人數 那麼就會看一下 究竟你會玩多少的Level 越少人就要玩越多的Level 才可以過關的 這隻是一隻純合作的遊戲 那麼意思就是說 大家一起過了多少關 譬如說我沒有記錯 如果四個人就是八個Level 如果是三個人就十個Level 如果是兩個人就十二個Level 完了的話 那就可以叫做贏一隻遊戲的了 好了 那麼最後這裡就要搭的 這個叫做技能的星星牌 那稍後我再跟你說這些是什麼技能 好了 遊戲玩法是怎樣呢 遊戲玩法的時候 我先把這些拿開一點點 那麼你就首先就跟回你的遊戲的人數 就去看看你有多少條命 還有有多少關要打 譬如說我現在玩四個人的話 就會有四條命 一二三四 還有玩八關 那麼我就把這裏 第Level九以下的就拿走了 那麼 而之後就會看回有多少個星星的能力 那這個星星就只有一個而已 即是有一張特別的星星牌 稍後再說一下 好了 一開始的時候 那大家會怎樣做呢 那麼每一關的時候就很簡單而已 純粹你跟回你的遊戲人數 還有你這番是Level幾 然後就每人派多少張牌 譬如說我現在四個人玩 1 2 3 4 那我就玩這個就叫Level 1的設定了 那會怎樣做呢 首先大家呢 這遊戲的旅 現在就開始了 每人就可以看到自己是甚麼號碼 OK 這個玩家是25 這個玩家是70 記住自己才看到自己的號碼 好啦 那當遊戲1 2 3 我們說開始的時候 這遊戲就是說 我們所有遊戲的玩家 不可以出聲 不可以說話 不可以給暗號 不可以用眼震提示 就是由一開始 就要把這張牌 由細出到大 的意思就是說 當大家在等的時候 其中一個人出 我們現在先攤出來看看 剛才我們已經看了 譬如說 如果這個玩家 第一箱出25 出完也都不可以出聲的 那如果它是最小的話 即是大家手上的牌 沒有人小過25的話 遊戲就繼續 那好啦 那到下一個玩家 可能我出44 好啦 那如果這兩個玩家 他沒有更加大 小過他的牌 那都沒問題了 好啦 那如果大家在等的時候 對後來 原來不是 我出44的時候 這個玩家原來有張35在這裡 就是叫做他 小過這個 因為20 應該先出35 才再出44的話 那在這個時候 他就會這張牌 就會拿出來 但是他們就會扣了一條命的了 扣了一條命就輸了 好了 然後假設當大家輸了一條命 然後就繼續 那就出完這張牌 好啦 那Level 1就完成了 那Level 1完成了 就沒有特別獎勵 那就去到Level 2 Level 2呢 你看到呢 當贏了的話 就會有多一個星星的內容 那為什麼呢 我們轉頭再 現在我們就開始去到Level 2了 那Level 2和Level 1有什麼分別呢 Level 2和Level 1的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Level 1呢 就是每人一張牌 Level 2呢 就是每人兩張牌 好啦 那現在就繼續啦 那就每人兩張 那大家呢 就可以看自己是什麼牌 那我當然 我當大家 就是已經是藏起來了 我現在純粹為戒學的目的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各自看好自己的牌 好 又是數1 2 3 開始的時候呢 就要從小出線 一樣再來過 大家看看鏡頭了 如果這裡你看到數字 結果最快就應該是14啦 然後然後可能呢 就下一個人呢 可能我覺得X14的23很近了 就出23 那然後呢 就再看看大家怎樣去出啦 那如果出23的時候呢 19號就已經輸了 因為它已經有一隻牌沒有出 那的話呢 那就會大家 又是沒有了條命 好啦 那最後啦 剛剛教學的最後一個部份呢 就是說星星牌怎樣用呢 星星牌的時候呢 就是這些星星牌是共用的 譬如我現在有一張 是大家一起的一個group用 那意思呢 就是說當大家 不知道出什麼的時候 的時候 大家亦都不能說話 但是如果 其中一個玩家 舉手說 不如用星星牌吧 而另外其他所有的玩家 都同意的話呢 那大家就可以用了這個 星星牌的內容 用了這個星星牌啦 然後把大家手上 裡面最小的數字 那張數字 就放出來 好像剛才 好像這樣 那這個就放了出來的啦 那這四張呢 就已經當出了啦 如果我按一下 當出了啦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那就是說當你這樣的時候的話呢 你就會有機會就知道了 原來大家最小的號碼 都是這一張啊 的話 那你就會知道 原來我拿著24的話 很穩陣啊 因為23已經在這裡 正常來說呢 我又拿著14 除非它有10 它除非有20 21 22之外呢 如果不是呢 這張牌都非常穩陣的 那但是你看到大家 都只剩一張牌的時候的話 沒那麼黑的 那所以你可能就會出這張下去 那然後呢 大家就繼續完成這個secret 那這些星星牌呢 當然呢 其實剛才很明顯看到呢 是非常之有 對我們的遊戲有幫助啦 那但是幾多東西 星星牌是一定要是 大家同意的時候 才可以去用的 好啦 那這個secret就再來啦 Level 2 如果你順利過關的話呢 你可以多拿一張星星牌 用完可以回來 那就是有多個bonus啦 去到Level 3的時候的話呢 就三張牌 如果你贏了的話 就可以拿回一條命 Level 4又沒有的 Level 5就是又有一個星星 多條命啦 第七第八都沒有了 兩對八 因為你過關 如果四個人呢 你過了第八就已經贏了 好啦 這遊戲的玩法呢 就是大概是這樣 就是好 都是再重申一次 就是說 最近每一個level 最大的不同 就是 每一個level 就派一張牌 Level 1 一張 Level 2 兩張 Level 3 就三張 周而遲 去到Level 8的時候的話呢 就每人派八張 好啦 那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出了八張 不撞白板的時候呢 才會叫做 annual game 好啦 那這隻呢 就是大概呢 就是告訴你 The Mye 怎麼玩 沒錯 你沒有看錯 真是這麼簡單的這隻遊戲 那至於這隻遊戲 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review的話呢 我們現在立刻退片看看 好啦 你看完這段教學的影片 雖然我好多說沒有拍 有一點點凸凸凸凸 那但是呢 我想你也會有第一個感覺 就是說 那麼容易的 是不是真的 Robs 你有沒有什麼 rules 還沒教啊 那樣 我想說這隻遊戲 真是這麼簡單 真是這麼 straightforward 那但是呢 這隻遊戲呢 我自己是非常之高的評價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 這隻遊戲呢 我自己覺得 其實它有一點點 像一隻都很出名 都是講合作講默契的遊戲 是這個花火 是Habby 好像這樣唸的 但是呢 它就再推去極致一點 就是說你是什麼 signal 都不可以去做 什麼的東西呢 都不可以去說 就是真的叫做靠默契 或者各樣東西 去玩這隻遊戲 那你最初好像看第一章的時候 好像很簡單一樣 但是你玩一下玩一下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咦 這隻遊戲 原來有些東西 什麼時候會用那個星星 什麼時候會是去用那個 就是 去出牌 的話呢 其實是很考的功夫 還有這隻遊戲 有一個挺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說明書 我相信英文版也會這樣做 因為我知道德文版是這樣的 它說明書除了你看到 它說了一個 rule 之外 它刻意地 就有一段東西 是調轉了 那我給你看不要緊 因為你是不會看 這個荷蘭文 我也不會的 那麼呢 它就要說到這個遊戲 其實背後的含意 的內涵在哪裡 那麼呢 我就說 它也很慎重建議你 就是說你起碼 都玩幾次之後呢 你才好看那段反轉了的文章 那麼就會令到知道這個遊戲 本身的設計的原意在哪裡 那個巧妙位的技巧在哪裡 那麼我都想不到這個遊戲 原來都要拍攏 spoiler 的 version 所以我都好像pandemic一樣 那麼所以呢 我都不打算說那個部分 那麼但是呢 我想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體驗 也是我現在完全明白到 為什麼它可以 拿到SDJ排名的一個原因 如果你知道SDJ 就是德國卓右大獎 它本身的含意 其中的幾個元素 第一 就是竟然在德國才能買到 所以這些遊戲在德國未出 是沒有機會有機會入圍 那麼還有呢 就是或者遊戲本身的機制 是要有些的創意的同時呢 你都要老笑咸而 容易推廣到board game 那麼我想說一個真人真事給你聽 就是這個遊戲呢 我第一次去試 因為我跟我老婆兩個人去試 這些遊戲呢 就不是不行的 但是有一點奇怪 所以我刻意地選了 我家人來這個荷蘭探我的時候 那麼就一起去試這個遊戲 那麼當中的內容包括 我弟弟 我弟弟的女朋友 那麼他們都是沒有board game 的 background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我媽媽 是我媽媽 OK 那麼你大概也猜到我媽媽年紀多大 那麼連他們坐在一起的時候 我只是用兩三分鐘 就是一兩三分鐘 已經解釋到遊戲 如何玩的同時 試下原來那個緊張 那個 就是大家互動的東西 雖然大家不可以說話 那種互動 是真的很棒的 你也不可以去矛招 就是講到明了 就是不可以去眼神 不可以去性 那麼大家真的在那裡等 在那裡想什麼時候出的時候 然後有些位置要出得很快 有些位置要出得很慢的時候 因為可能你 你看到出23了 你拿著25多就要出了 怎麼知道 現在24在我弟弟那裡 這些這樣的 interaction 是令到大家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晚上 那只是一疊這樣的卡 完全只是一至一百的號碼 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的話 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薦的東西 當然你可以去爭辯 就是我找一張材料很少 那你自己找一張一隻百力拉牛頭王來找就行了 是,是可以的 但是 這個創意在這裡嘛 你想到嗎? 是嗎? 就是這個我覺得是一件 很值得的東西 甚至乎我剛剛看到片 就是說由達大師也買 他分分鐘有可能可以超越到ASHU 就是大家都已經賺了無限那麼多百次的 那隻的ASHU 有可能他會贏到ASHU 是BJ的大獎 在出片的時候呢 我都還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個贏了 但是都估計不是ASHU就是這一隻的了 我自己兩隻都有玩的 如果你問我喜歡哪一隻多一點的話呢 那我覺得ASHU當然是漂亮一點 也有很多很可愛的位置 但是ASHU始終我自己覺得就是有些位置 可以去到很黑心 可以去到很惡意 這一隻真的是一隻很老笑咸義 非常之有創意 講默契的一個遊戲 你可以說它簡單 但是簡單易學得來 也有很多曉妙的地方 還有你相信我 當你看到它 完結了幾次之後 去看它反轉了的文章 BGG那個英文版 也有那個反轉了的內容 那你也會看到 這個遊戲本身的含意在哪裏 當然知道了的話 跟一些新玩的人都不好 立刻就去講 讓大家一起試幾次之後 再一起去分享 誠意推薦 The Mine 我也覺得它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雖然我覺得 Archill 都仍然是 機會率是大一點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真的要我選擇的話 The Mine 都很有可能 可以成為今年 SDJ 的遊戲之選 這個遊戲在香港 應該中文版 什麼英文版 都沒有的 我知道 如果你從歐洲訂過來的話 不難的 很容易可以去買到 如果你有朋友去開歐洲旅行的話 可以叫它試試找 或者我相信今年Aston 都會大賣 也都很快 當你拿了SDJ的排名的時候 英文版 中文版 各樣東西都會排隊來的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 這隻The Min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都不知道中文有沒有人拿了 好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記得留意我們下一次的浪漫 Thank you Bye Bye